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IYF 首次在台湾举行圣诞节送歌的活动 在台湾北中南各地举办巡回演出 共有7场 而今天上午则是来到淡水区淡江高中 由高一高二的学生一起来观赏 带来梦想与希望的心灵音乐剧 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IYF 首次在台湾举行圣诞送歌的活动 巡回演出共有7场在台湾北中南各地举办 而今天上午则是来到了淡水区淡江高中 演出内容则是由两阶段的音乐剧场 分别是圣诞节为主题 以及安娜的故事 都是来自韩国秘鲁多名尼加等地的青少年聚工所组成带来的演出 我们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我们也在这边 希望为了台湾的市民 还有大学生也好 还有青少年也好 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获得益处 我们会为他们补到底 那么这次有从国外来的志工 有来自韩国的 还有南美的 那他们准备这次的活动 然后有分第一幕第二幕 第一幕是有关耶稣基督诞生 第二幕是安娜的故事 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叫这些年轻人青少年 能够培养去一个很健康的 然后很阳光的这种心理 主办单位表示 IYF国际青少年联合会于 2001年在韩国成立 是全球性的青年组织 还有国际非政府组织 以基督爱的精神透过国际性的交流 培养青少年的国际视野 也培育据领导国际性的活动为主 在与不同的国家交流之际 辅导青少年勇敢地面对以及解决问题 并且提供切合徐迹的解决方案提升青少年们的心灵 特别到学校这边来表演的盛山的音乐剧 那同学们更了解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教会系统 这个在进化能性这个部门所做的一些音乐剧 校长表示这一次相当欢迎来自国外的各青年聚工所带来的精彩表演 加上下个月就去圣诞节 更能够让学校的学生看到不一样的演出 而这一次弹架高中 有高一与高二的学生一起来观赏 让国际青少年联合会带来许多梦想与希望的心灵音乐剧 记者许团阴大学采访报道